听说,最近土味情话很火,给爱情的表达方式,新增了一个维度,自古以来,爱情使人甜蜜也使人困扰,许多爱情不及而终是因为没有钱,有的爱情折胶是因为时间的消磨,或许每个人都感动于当年张博之和钟星驰电影里的那一句钟情告白,我饶你啊。 但是有时候贫穷确实使人退却,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如此,娱乐圈也不例外。 比如当年于此,因为贫穷阻隔断爱情的主角姚迪和直率,据悉两人相远七年,因姚迪听从父母意见,觉得当时的直率很穷,无法给自己幸福,两人变遗憾分开了,姚迪,大家可能并不陌生。 她与文章的绯闻至今没有退出大众的记忆,但是过境迁,我们就不拿两人的过往再做过多的赘述了。 姚迪,其实是一位不错的女演员,她的代表作品《红楼梦》《落婚时代》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,作为影视演员,她的演技和外在也是受到认可的。 她所饰演的王熙凤可谓是入目三分,被王有欲为是唯一一般演出了精髓的作品,让不少观众入了坑,并且她的古装造型也是足以经验的。 或许是她和文章的绯闻太过轰动,其实她此前也有一段圈内的爱情相对比较低调。 对象是池帅,池帅是个沙东星岛的80后演员,主持人,她最为出名的角色是金粉饰家中的刘春江以及邱慈善,林肖素主演的《回家的诱惑》中的高文艳,外形出众的她,演戏也好不,含糊,生活中的池帅非常低调,沉稳到结婚三年,才被大众知道她早已结婚生子了。 不少网友觉得池帅的儿子十分可爱,长相神似安吉,如今三十八岁的池帅一直低调演戏,身价都故意了,一些粉丝纷纷表示不敢相信,池帅竟然都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了。 池帅的妻子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富美,她叫李璐夕,原名李新飞,是周山人,比池帅小八岁,也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演员。 模特,当婚后就淡出了娱乐圈,一心照顾家庭,如今,望月的少年收获了美满的家庭。 不少粉丝表示希望持帅高调点,多多出产作品给大家看,我们也期待着吧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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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